先来看一下那个有关寻找与参照 函数相关练习 那寻找最常用到的像是那个 VLUCA函数 那里面当然也有分成像LUCA HLUCA 还有VLUCA 那其实这些函数主要的用途就是让你找资料 那怎么样去找到你要的资料 除了这几个函数之外 其实还有像什么index index指的是你要找到的是 哪一栏哪一列的资料 还有像match 里面还有 那这个部分当然蛮多的 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把资料找到 并且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那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边 这边第一个翻页 LUCA这个 工作表里面 那底下的话 有一个资料 资料里面的话有五个栏位 这五个栏位里面的资料分别是编号 它里面有 姓名总销量名次跟那个业务水准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填写一个 编号 自动帮你带出什么 他的其他栏位的资料 这几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 帮你把它带到 姓名 带到这边来 总销量 也就是说 把它 等于是说你填入一个编号 那这个编号呢 当然最好 以后可以做成什么 下拉式清单 因为可能你编号 你不知道多少编号 那你可以除了可以输入之外 也可以用 你用下拉的方式 那所以这边可以用个下拉清单 那也许我们现在需求是要 下拉一个清单 不过 通常呢 这两个东西 会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因为我现在是把它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所以请各位 第一件事先把它 先新这个工作表 那把它移到前面来 那这个 这个工作表的名称也许叫做 查询 查询界面 假设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 我希望是 可以直接从这边下拉清单好了 或者是输入一个编号 可以帮我查到后面的资料 比如说这边的话 它是一个查询的界面 那我就可以 先把 这个 的 这边的范围 把它剪下来好了 剪下来之后的话呢 放到前面的 B1 就是隔一个一栏一列好了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你再稍微把它调一下 好 那首先第1个 我希望 能够在上面输入编号 帮我把底下的字要查出来 那方法当然 蛮多种的 如果你不写程式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用几个方法 第1个 在这边 如果我今天输入一个变号 把后面的资料带出来 那我们可以用第1个函数 叫lookup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 在姓名的 右边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那各位可以找到有一个 群组的那个 类别的函数 叫减式与参照 减式与参照里面呢 各位往下找 有个lookup 当然你可以看到 hlookup 跟什么index match 什么 offset 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做查询用途 那我们找其中一个lookup函数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它有个组合 哪一个找哪一个 按确定好了 就第1个 好 那首先的话 它会跳出三个问题 这个函数 其实问答式的 问你说 第1个 请你告诉我 你要查什么 OK 那我要查 查编号的 位置这边 查005 那 接下来的第2个问题 那你这个005 在某一个 在哪一个范围里面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 切到lookup 去找到编号的这个位置 记得 不需要选到编号 直接选编号的这个 范围 告诉他 我的 005 请你在这边帮我找 有没有005 有找到005的话呢 下面有一个 帮我把什么 lookup里面的 同样一个 位置 同样一列 的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那他就自动帮你把 005 旁边的刘宏钧 带过来 按确定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刘宏钧就帮你带过来 那你可以把它自动一下 那其他的 资料都一样 所以你其实可以 再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那其他的总销量 跟那个 总销量的话呢 当然就下一个栏位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改成C 这边把它改成C 那如果改成C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 因为 他一样是 从005 去找 这个范围里面 带过来的本来是 B欄的资料 这个时候我要带的是C欄 所以你把C欄改一下 这个地方总销量就过来了 那名字的话呢 其实这个 也是一样 只是把B改成D 因为我要找的是D欄 不是B欄 OK 那这边的话呢 打勾之后 他就自动帮我把名字带过来了 那业务水准的话呢 就变成把那个 D改成 B改成E 改成E 就是改XE欄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按打勾 好 各位可以发现 把它全部自动好了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你输入005 他就帮你带出 在Logup里面的 这些资料 那如果说你今天 输入的是其他的资料 比如说001的话 Enter 他帮你带 那个001的资料 其他也是一样 你就直接输入 那也就是说将来 你要做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其实很简单嘛 你分两页 一个是界面 一个是资料 那在界面里面呢 你怎么把资料带过来 很简单嘛 你就是用那个 Logup 就可以帮你 做完这件事情 但是呢 接下来可能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这个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编号到哪里嘛 如果你今天 希望把这边 变成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最好是下拉 然后呢 里面自动帮你把什么 帮你把这个 编号里面的 资料 自动放到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当你下 点它一下 它会自动有个下拉清单 那这样会更方便查询 所以如果 说你要 接下来 你要做一个 下拉清单的话 先注意几件事情 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 请你先建立一个名称范围 好 那个名称范围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个编号 那请你把编号 到下面的这个范围 选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到公式 公式里面 找到一个叫 从选举范围建立 找到叫顶端列 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 现在用到机会还蛮大的 我蛮常用到这个 公式 从选举范围建立 记得顶端列 那为什么是顶端列呢 因为呢 底下的范围 它的名称 来自于顶端列 也就是说 它会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会产生有一个叫做编号 的一个 名称 它对应到的就是底下的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那以后呢 你只要用编号 就可以来代替什么 底下的范围 那怎么存取它呢 你可以按F3 然后按确定 OK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 如果就做 资料查询的话 用到的机会 非常的大 OK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check一下 名称管理员里面 有没有多一个叫编号的 有没有 正确的范围 如果有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应该没错了 特别说 这个名称管理员 我觉得 还蛮重要的 尤其用到资料查询的话 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会用的很辛苦 在那边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那用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 用名称 代替一个范围 你只要知道那个名称 就可以做一些资料的应用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做完 再check一下 那接下来 再回到 这边 如果你要做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特别注意 邮表一样放这里 再切到资料 资料里面的什么 资料验证 特别注意 下拉清单好像 用到机会其实也非常大 我发现好像同学 很多同学 其实对这个好像蛮陌生的 那 我们 在资料验证里面 点一下 第1个 把资料验证里面 出生格里面 改成什么 清单 资料来源呢 就是编号 那 如果你要存取那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的名称的话 记住某一个 叫F3 按一个F3 按F3之后的话呢 他会自动跳出一个 你做过的名称 你只要把编号给他 按个确定 编号 就会放在清单里面 OK按确定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 这个编号就出现了 如果你今天要找003 003资料就带过来 004 OK 那你用这个方式的话 来做资料查询 其实就很方便了 你很多资料 只要有编号 你就可以自动带出你要的 那在工作里面的 其实也蛮多这些啦 你可能 每天都要找 但是你每天要切来切去切去 找资料其实很麻烦 那如果你是要 让你的查询 感觉会比较简洁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按照编号来做查询 直接点击他 资料就带过来 OK 所以 等一下请各位试一下 两个部分 一个是利用lookup来查询 lookup lookup 特别注意 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lookup 选第一个啦 按确定 因为他是一个来源 一个结果 OK 那把 条件 给他 查哪个范围 查这个范围 带过来 带 名称 这第一个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就把公式复制 贴过来改c 改d 改1 OK 那再来下拉清单的话 两个重点 一个 请务必先建立 编号这个范围 公式里面的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如果建立过之后就不要再建立了 确定一下名称管理员里面 点下面一下 有没有 有OK 再切回到这边 记得 资料里面的 资料验证 清单 F3 特别主要这个字 F3 他就跳出这个清单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名称 用到的机会还蛮大 而且 非常好用 因为如果你有名称之后 以后F3 所以很多地方 资料 就先把它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的话 以后都通通按F3 F3 F3 那这个资料范围的话 就会 有意义了 不会说以后 你看到这个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范围 你也搞不清楚 这是 对还是错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